咦咦 猪猪 卡卡 猪猪你看 星空舞台开放啦 是什么特别的演出吗 是专门为福利院的小朋友们 举办的慈善一演活动 周末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呃好啊 太棒了那我们演一齣舞台剧吧 呃我们演 等等 剧本我早就写好了 我演公主你演骑士 我们一起拯救绿光森林 不是我 时间很紧张你先熟悉一下剧本 我去报名明天我们就开始排列 就这么收听啦拜拜 可是 我以为是去看演出 要是上台表演的话 天呐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你的紧张情绪啊 你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出现 你 你别靠近我 别跟着我 我好害怕 万一在台上忘辞了怎么办 万一摔跤又被观众笑怎么办 表演失败了怎么办 我们不演了好不好 啊 是专门为福利院的小朋友们 举办的慈善一眼活动 我不能让卡卡失望 不好意思 啊 天怎么黑了 啊 人呐 等我学会了表演 我就能摆脱紧张情绪了 专业的舞台剧 究竟是怎么演的呢 这是著名戏剧大师冯奇的传记 我可以好好跟他学习下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冯先生最著名的表演 便是他的成名作 舞台剧青蛙王子 好漂亮的剧院啊 刮刮 哇 大师在那儿 大师您好 不要叫我大师 我现在是青蛙王子 刮刮 好的王子 我想跟您请教 怎么才能演好舞台剧 每天都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可是 我就是放松不了 一想到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 我就会紧张的说不出话 这太正常了 大家都会这样 包括我 你也会紧张吗 当然 今晚是我第一百九十九次上台了 我现在就很紧张 刮 不过 我有小诀窍 先来一个深呼吸 接着做几个放松动作 刮刮 最后 对自己说 我是最棒的 哦 我明白了 把自己当成角色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美丽的公主 这是您掉入水中的金球 滚 谢谢你 小青蛙 哦 哦 哇 哇 哇 哈哈 美丽的公主 感谢你为我解除了魔咒 冯先生是画剧舞台上一段传奇 也是人们心中永远的青蛙王子 好 明天排练时就试一下大事的办法 我是绿缸森林的公主 可是我的家园被暗影魔王占据 生机勃勃的森林被沙漠吞噬 为了拯救家园 我必须夺回我的魔杖 暗影魔王的魔法太强大了 哦 卡卡演的好棒 珠珠 赶紧上场了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大魔王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还有一句 糟糕 忘记台词了 你看 我就说过会出错的吧 又是你 珠珠你在和谁说话 我好紧张 好害怕 我们不要再演了 深呼吸 哦 放轻松 放轻松 珠珠你是最棒的 珠珠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想起来了 绿光森林终将被我们拯救 公主 我们胜利了 珠珠你太棒了 第一次排练还挺顺利的嘛 我们要不再排练几次 不用了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的演出一定会很成功 我还有个问题 谁来演暗影魔王呢 本来是泡泡来演的 可是她生病了 连带着其他四哥 也跟着一起病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能找谁了 啊 啊 我的包裹 别急 我们包你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用谢 对了 你演过舞台剧吗 舞台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空舞台 有请第一位表演者上台 大家都好镇定啊 下面请欣赏由珠珠卡卡和皮特先生 带来的奇幻舞台剧 绿光森林 我们上场吧 好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珠珠 加油哦 我的天 这么多观众 怎么办 怎么办 又来了 深呼吸 我们不要演了 我最棒 我最棒 还是偷偷溜走吧 你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赶不走我的 是因为你紧张我才出现的呀 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紧张啊 不只是你了 他们也有紧张精灵的 你看 原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来缓解紧张情绪 如果大家都能跟紧张和平共处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一起上台吧 嗯 嗯 卡卡公主 你看着吧 我会将这片森林全部变成沙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珠珠 哇 大大大大大魔王 你你 哦 你 你 又又忘记台词了 博猪 什么 不是 吗 啊 欸 嘿嘿 我 過了 之后 镀子 绿光森林 终将被我们拯救 魔法攻击 公主 用你的魔法 让绿光森林恢复生命吧 绿光魔法 自我力量 色彩 努力量 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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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 好好好 再排练几次 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下次 你还会邀请我一起表演吗 当然 我们常常会感到紧张 但紧张并不是坏情绪 正因为它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更加专注 让我们在一次次挑战中 不断地突破自己